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见会的强强对决 分量方是珍宝格 最量方是紫禁城 那宝格这边还是选择上的是一个大通神灵的女儿国标 开了一把阴阵 那紫禁城那边现在选择辩阵了 走的是一个磐斯武装咒识加魔王 这一套阵容的话在今年年初到四月份 就轻时没出之前 这套阵容应该是豪门的最主流阵容 就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四月份初清时 这五个月的时间 可以说是对面这套阵容的黄金时期 当时一个国标一个就是宙斯加法系 两个极其主要的阵容 后来清时一出得了 那国标直接一记绝成了 对面这套阵容玩的人也就少了 猴哥好像还在玩 其他豪门基本就不玩了 对面又给拎出来了 还是带着魔王 因为那段时间魔王最厉害 因为去年十一月改了一个魔王的吴琼娜 你知道吧 改了一个魔王的吴琼娜 任务魔王站在了法系之巅 紧随其后清时一出 得了 魔王刚火了五个月 又被沈木林给压下去了 清时一出 魔王的清时跟沈木林完全不在一层面上 所以说就比较的尴尬 魔王也是火了五个月吧 那观浪峰地府手里还有 三点零元 那观浪峰这边也是没着急去延长 人拉魔王 沈木这边再出清时 对面这套阵容的话 主流还是以控愤怒为主 第一个是控弩汉 第二个是控金青 你不然紧箍咒打出来的效果 就不太好 但是呢 这套阵容他就不太好抢速度啊 也不是说上不上女儿村的问题 盘速装更适合这套阵容吧 你如果上了女儿村啊 咱们假设对面上女儿村啊 因为控愤怒有因素比较好控制啊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假设对面上了女儿村 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你没有地图 观浪峰这边是可以抓你的速度 你哪怕开场有因素 过一会儿也就没有因素 这是比较尴尬的一个点啊 就这套阵容他基本是抢不到速度的 就全场的因素他基本是抢不到 继续禁药 小嗓再点后排的盘色 大桶有青蛇 点杀应该是问题不大 还这种大嗓小嗓他就挂不中了 横扫千军两千五三千一 天下保护 请三连看一下 诶没死啊 法房到位 秘传法术六千两千多 打宝宝还挺疼 打人稍微有点不太够 哎呦喂 这个宝宝补刀成功拿下对面盘色 九个回合的一个大死亡 天地同兽能防点啥 但是你不能每个人都上天地啊 这第一是这个玩意儿他不先是啊 所以说对面的天地同兽只能是重点保护下自己的魔王啊 也就给了观念方点其他人的机会啊 其他人按理说是抗性比较高 但你架不住咱们说的啊 青石这个玩意儿啊 不管是神木还是大藏一旦出了青石都可以去啃你这些比较硬的单位啊什么磐斯武装化身普陀啊都可以尝试的点一点 所以说对面只能是尽可能的保护上了 天地同兽这本身它是一个双人剑啊 你不可能打的太多啊 假如说你打上三四个天地同兽 这好家伙 关键的话一个工地厅出来 把你团灭了 或者是出上一排善恶 你这也受不了啊 一个一个就把你全弄死了 所以说天地同兽只能是保一到两个单位啊 最好是一个 太多了 太容易崩盘了 咬个铃铛 对两方紧箍咒的节奏是完全没有打出来 保护神药 继续压制魔王 黄泽之息再抓一下速度 吃个人一个 把孩子也给轻掉了 继续守着魔王的尸体 没有孩子以后 对面就得用九转拉人了呀 这就开始玩消耗了 关键方踩他踩的兴起 估计每个人怎么着也得有个大特技啥的 现在这种情况 关键方 有一说一啊 就盖不盖罗汉都行 想盖呢 盖上一个 不想盖 感觉对面魔王的输出 对于关键方来说影响也不算太大 继续板笑里 小嫂再点对战方的武装怪 这回是不是要上剧剑了 没有 破血防弓 诶 这是守了尸体的 这个是守的尸体 不是点武装官的 关键方这边 故意是给地府占了一个速度位 因为打这种有盘丝的阵容的时候 就地府的速度一定要快过化成色 兄弟们 这是一个细节 因为干什么 防静疗 地府的寡欲令可以解禁疗 然后华生死去后帮忙活血 所以一旦遇到盘丝的队伍 一定要把地府的速度调得比华生死快 国标打国标 华生死要快过地府 国标打盘丝 地府要快过华生死 这些都是小细节 当然这个操作 这个操作也只能在剑会里实现 其他的比赛都实现不了 因为其他的比赛 你都看不见对手的阵容 只有剑会可以 不管是华生 武神男群凶足度 你都是不可能提前知道对面的阵容的 一把剧剑 关闹方再一次将对面盘丝斩杀 而关闹方地府手里4.0元 可以放心的使用 华生属于纯盲切 你不知道对手是谁 你也不知道对手上什么阵容 武神坛 你是知道对手是谁 但你不知道对手上什么阵容 就武神坛 你可能知道 比如说十六斤八 我知道紫禁城打的是鱼老 我提前知道 但你不知道双方上什么阵容 这个是未知的 剑会是 你知道对面上什么阵容 但你不知道对手是谁 这都比一样 都比一样 剑会你是知道 比如说他上了个国标 但你不知道对面是鱼老呢 雪山呢 还是曲斧呢 这些你是没底的 你不知道对手是谁 你只知道这是个国标阵 华山是纯盲切 纯纯的盲切 效力藏刀 再来一把金轻 嗯 就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对然后把关键人杀掉 但是 呃 对面现在不太具备 比较强的手势能力 啊 一般手势的话 靠三个东西啊 就套化身 给进聊 啊 在家紧箍咒 以前还有个换须米呢 现在 基本也没什么人 带顺法须米 啊 都是地定了 须米 已经 啊 估计一个团队都带不了五个须米 啊 加起来带不了五个 啊 咱们就说豪门 啊 就说豪门 就给须米的位置就 不太够 所以现在基本就 紧箍咒 静聊 套化身 这么三个套路 所以说对战方哪怕把关键人杀弄死 还守不住尸体啊 静聊被地府所克制 啊 武装想套化身色 还得问问关键人杀女儿 答不答应 因为你没速度 啊 你还得问女儿村 静聊还得问地府 啊 这也是这套阵容 为什么后来国标盛行以后啊 嗯 尤其是有了青史以后 这套阵容 就更 没有一席之地的一个原因了 以前没出青史的时候 啊 对面这套阵容 这套阵容还有可用之处啊 因为除了魔王 其他四个人 其实抗性都不错了 最起码能扛嘛 哪怕被你国标克制 你能 克制盘斯的静聊 对吧 能封我的武装罐啊 你有一所 但好歹 他有四个高抗性点 也就魔王是个漏勺啊 面对国标还能用天气同兽保一保 啊 所以这套这种将就的还能玩 自拿四月份出的青史以后 这个情况就不太一样啊 因为青史技能的出现 让这种四个比较耐扛的点吧 也显得不是那么耐扛 在青史面前 啥也不是 化身死都招不保险 戴上了163 你就别说其他了 墨镜加上踩着干将 一把延长再送给盘斯啊 那观众红这边 还得继续寻求新的突破口 不然这手延长就白给了 让对面扛到盘斯站起来 观众红地区这点延长 真的就都白给了 打着天地的旗子 偏守自己 再亲宝宝 对面主要场上没孩子 拉起魔王你得废药啊 所以说天地同兽 可能再打几个回合 对面也没法打了 你这九爪受不了啊 诅咒之伤 你优伟大哥 顶着罗汉 观众红要杀对面的化身 似小死亡挂壮 踩着干将 再来一个诅咒之伤 打到一个多半血吧 趁着化身似美宝宝 顶着罗汉要点 对面水清宝的魔王 因为没有时间 给魔王去打天地啊 对面水清宝了一下 其他队友帮忙跌一跌啊 最近有罗汉 还有163 躲 电脑无形 突出一个好用啊 躲掉了 躲掉了 躲掉了啊 估计队长方 背上的汗都流出来了 这家伙 电脑无形 突出一个好用 不知道这次 大概会不会把 咒识不得削弱啊 因为 现在主流的 观众啊 或者是 关注这些赛事的啊 都觉得五宝林 他现在比较 反正观赏性差一些吧 观赏性差 可能 会把咒识给削一削 因为人家豪门嘛 为了拿冠军 对吧 上什么阵容 都是应该的 投资这么大 拿冠军 什么阵容 都是应该的啊 这是纯粹就是观众啊 观众就是觉得 可能观赏性不太足啊 还有本身 梦幻官方啊 对于这种阵容 非常不利于这种 武神坛的一个宣传吧 因为目前而言 武神坛应该是 梦幻戏友的一个最高赛事 就赛事方面 应该是最高级别的赛事 没有质疑 咱们就说常规赛事啊 就年度赛那种 就相不算了 那个一年也就一次啊 但是年度赛 也基本是无暴力 因为年度赛 说白了 还是正规比赛 也都是无暴力 观赏性不足 比较影响 这个赛事的一个宣传 这实大实的问题啊 是存在的 只能是缺 哎呦 观赏方还要盯着化生死 不放这回化生死 没有躲掉 直接被拿捏 而这波下来以后 虽然没有小锁 但毕竟是化生死倒地 对面又没有医塑 想词好像是不存在了 所以说对面化生死 只能第一时间 给自己上一个推拿了 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吧 就是削弱一些 五宝林相关的门派 基本影响人家豪门 拿冠军 也不影响观众的一个观赏性 这样其实是最好的 你只要削弱了 他自然而然就不伤 对吧 削弱了以后 因为五宝林这种 没有优势 他们为了拿冠军 你就不能上五宝林 因为阵容没优势 想拿冠军 你就得上别的阵容 所以说既不影响人家拿冠军 也不影响咱们观众观看 其实这种就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你把金针再来小死亡 再一点化身色 神木有青石 哎呦喂 这化身色估计都快哭了 他就想给自己上个推拿 他有什么错 这回是化身色 结结实实的倒地 自打 咱们切进来 对战方就没时间上紧箍咒 你知道吧 这个事 就很难过 一个咒师补夺 放不出来紧箍咒 多委屈 有六千两千 对面开始换地钉 砸钱 再把对面的 盘丝给砸死 提前说是 就咒师普陀 也是可以提前两回合 拉起小损单位的 主要是普陀山 点了那个技能 达到一百五以上都行 对面主要是打到后边 他没孩子了 你知道吧 没孩子以后啊 他没法给魔王打天地了 这魔王站在外边 也挺危险的 因为他毕竟 抗心最低嘛 也是个漏手啊 但从这几回合的操作来看 好像观念方对于对面的 魔王兴趣不大呀 你打不打天地 他好像也懒得点你啊 或者是他也不是观念方的第一选择吧 他也不是观念方的第一选择 可能是实在没人点了 现在没事干 就点个魔王玩一玩吧 这魔王已经成为观念方的第二或者第三选择 看来魔王没有给到观念方足够的压力 对面还是提前拉起了化身色 一把巨剑再送你回家 哎呀魔王 现在这个魔王看上去数据很不错 很亮眼啊 秒过来三千四千的啊 嗯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感觉这个行为啊 就是在给观念方送份 啊观念方甚至都不愿意去控制他一下 看看这波要不要把魔王点了呀 小索 哎没事干 点一点魔王玩一玩 该点也得点 确实是给到观念方的威胁不大 一把精气又追回来了这点血 或许狂狂 嗯终究是这些面伤啊 终究是这些面伤 得配合紧箍咒才有更好的效果 啊没有紧箍咒单纯的魔王秒 观念方甚至都不愿意该把罗汉上来 啊那观念方肯定是有罗汉的啊 因为对面根本就没有时间来控观念方的份 而且对面魔王一直在秒 大家也都看到了吧 对面魔王一直在秒 对面方又不效力观念方 其实观念方这边啊 啊笨弩肯定是很多的啊 你看这罗汉又盖出来了 刚才化身色又放了一把精气 观念方笨弩很多的啊 这回是为了房地厅啊 盖了一把罗汉 为了魔王 他都甚至不愿意盖一把罗汉去啊 因为观念方没有任何的压力 这孩子通地厅啊 因为刚才大家发现 这孩子他有吸收啊 他哪怕不是四吸的 他最起码也是个三吸啊 两吸 啊 现在很多孩子 因为他们孩子的抗性比较高嘛 他们现在很多时候亲孩子吧 就出个地厅 出个地厅亲孩子 啊倒是豪门也有办法啊 给孩子打点四吸 也不说四个吸 全打 打那么两个三个 啊 反正你亲孩子费劲 就完了啊 你这孩子不好亲 稍微吸收吸收 你亲不掉 啊 他们也 各有各的办法啊 对面这个时候又换出了一个孩子 但这个孩子好像现在也是有点不堪一击的意思 咱们 ì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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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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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